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拼转型 升级更需要的是大胆创新 这如果等会过就真的是日益强大了 但是关键的美国在哪里呢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预见大人物就特别邀请到了 深具指标性的企业 廷茂农业生计 关键人物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谈到底要怎么样 不断的创新 研发 在蜕变可以得到丰硕的果实呢 来欢迎到的是 廷茂农业生计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罗兴怡 罗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记得天下杂志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篇报道说 廷茂是一家结合了传统跟新潮的奇特生物 这样的一个形容很有趣 因为董事长罗正茂也就是您的父亲 他其实是携达水电工程的创办人 已经有40年历史的携达 其实也承载过很多国内的大型公共工程 像是台北小巨蛋 这样高达台币有4亿元的标案 所以在08年成立的庭茂 是从水电到LED 然后从LED灯再到植物工厂 这一跨足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到底当初是怎么样去想到要这样转型的呢 是 因为我父亲当时他从事水电工程 包含像机电 包含营建 已经大概有40多年的一个历史 但是那时候其实越来在公共工程的生态 其实它应该讲说日渐的比较不友善 包含像原物料的一个急剧的波动 其实都会造成我们一个承包商 它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们后来在小巨蛋结束后几年 我们就开始思考 趁有余力的时候该如何去做一个上下游的 或者是广度的一些做转投资的一个思考 那时候因为刚好LED正在兴起 对 大胜航的时候就转进LED灯了 对 那时候跟朋友 然后一起投入到LED的一个制造跟销售 但那时候也是一个虽然它很火红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大者很大的市场 包含国内有非常多像异光 共同在参与这个事业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面临到很大的竞争 所以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在LED的这个领域 去思考怎么样去做一些差异性跟专业性的一个 比较特定的市场 所以开发了像LED的植物灯 像渔业用灯 还有英美用灯等等 也因为这样接触到日本 他们已经发展多年的一个植物工厂的这个产业 我们去日本考察过几次之后 发觉其实这个跟我们工程的本业 其实是非常有关联的 因为其实植物工厂它其实简单来说 它就是在一个无城捷径室里面从事农业 无城捷径室其实在台湾是个非常成熟的 尤其像我们的背景 因为工业的基础都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做实验室这一块 包含像台湾有很好的光电的产业 包含电子业 包含我们自己的整合的一个技术等等 所以在台湾发展植物工厂 其实有它先天的优势 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看到 觉得这似乎可以延续 我们自己本身专业的价值在这一块 所以开始积极的投入在这块的研发 所以我们一开始从30瓶的实验室 到后来大概100瓶左右的一个 小规模的量产 一直到目前我们在桃源观音 有1000多瓶的全完控植物工厂 所以一路走来到现在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就一直往植物工厂这边 所以当初一开始要做植物工厂 就想要一次能够到位 我们想知道是说 那您廷茂怎么样去做自己的特色 怎么去区隔出市场 然后让自己有竞争力 其实一路走来将近9年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辛苦 而且极具戏剧性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们当时其实只是很单纯的 认为说植物工厂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很符合以后我们社会的需求 因为它能够结合环保 能够结合食安 能够创造对消费者更有利的 更有用的所谓的一个食材 但是它在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说 我们的专业是很容易让它实现的 但是走了大概三年的一个研发之后 才发觉其实植物工厂 其实它没有这么单纯 我们不能从工业硬体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产业 而是必须回归到农业的本质 去看待这个产业 硬体也好或者是它的系统也好 是为了服务农业而存在 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 其实我们都说我们横跨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个建厂的研发 到第二阶段我们开始把工业的脑袋 转换成一个农业的脑袋 对 转型那一块 对 然后我们开始招募了相当多的一个农业背景的人才 因为我们在那个阶段突然发觉 我们好像除了一些品种以外 我们其他品种是种不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很多植物 它生长的一些参数跟要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植物工厂 它是个非常科学的农业 传统的农业往往它怎样能种得好 或者是它为什么能长出这些东西 往往它不见得一定知道 就像我们常说 宜兰三星葱很有名 但是宜兰三星葱的农夫 也许他去台中去种 他也许种不出三星葱的品质 就刚好必须要靠天吃饭 人家讲靠天 靠当地的环境来吃饭这样 对 但是因为我们植物工厂 它的所有的生长的要件 都是人为的控制 所以等于我们 所以温度 湿度 环境条件 甚至你给它的营养 对 都必须应据它的品种而有差异 像我们有寒代的品种 有所谓温代 亚热代的品种 它有非洲的品种 有英国的品种 都在这样子一个植物工厂 无成植物工厂里头都可以种出来 所以克服了天后 空间 时间 没有错 所以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讲说时间 其实我们植物工厂没有所谓 当令时输的概念 所以像我们的会员 其实冬天大家都喜欢吃火锅 火锅都会有同奥菜 但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消费者 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奥 所以植物工厂它有两大的一个特性 就是第一个它可以避免掉 环境的污染 第二个它可以避免掉气候的限制 所以它才可以创造 它才可以去创造非常多元的一个 可能性在植物工厂里面去做实现 所以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对 那就是你们的特色 对不对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从农业的脑袋 去思考植物工厂的规划跟种植 可是这样种出来的蔬菜 跟一般我们刚刚讲扣天吃饭 种出来这个蔬菜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就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天然 这个会不会是人为的那种感觉 还是说你怎么去控制它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后来 开始去接触消费型市场 也接触非常多的客人 所以往往一开始 大家对于农业其实都还比较停留在 传统的观念 因为我们科技进步得这么快速 从可能十年来从有限的手机 大家都必须打室内电话 到现在人手一支的 BBCo然后又变成这样的 对的一个手机 透露年龄了这样 所以世界因为工业科技 而改变了非常的快速 但是农业往往我们对于农业的角度 一直没有去改变这个观念 为什么要给它那么多框架呢 对就是我们对于农业 其实观念一直没有在改变 其实传统的农业 其实目前它也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是靠天吃饭 所以为什么农夫他必须要开始去做一些 像大棚去做一些遮蔽 去避免掉下大雨温度的影响 那也必须因为克服所谓土壤的贫瘠 或者是它的营养素的一个补给 所以他必须要主动的施肥 他必须去避免掉很多病虫害的入侵 所以甚至他必须去喷洒很多的农药 去做一些防治 但是这些困难点 这些比较多的不可控制的因素 其实在植物工厂里头 反而是可以好好的用心的去栽培它 给它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蔬菜种出来 我听说是无农药 然后可以是无毒 甚至硝酸盐的含量也低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有二无二低的一个特性 就是无农药 无重金属 低生菌素 低硝酸盐的特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蔬菜 我们的植物其实都强调 它是不用洗的 它是只要洗手不用洗菜 你在吃我们的蔬菜之前 你要记得先洗手 因为反而我们的手的细菌 才会把它放上去对不对 对 因为手的细菌很 手上的细菌非常多 很伤 因为手随时每分每秒都分泌粘一样 反而这些蔬菜是比你的手 还要干净很多很多很多的 我们常说我们的菜 比我们喝的水还干净 真的吗 所以你当然根本不需要去用一个自来水 比它脏的去洗它 甚至你不需要 特别烧一锅水放凉了再去洗它 所以意思是你在食物工厂里头的菜 马上收洗干净了 马上摘下来可以马上吃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也常建议我们的客人 其实要料理我们的菜 非常的轻松而且方便 就是说你在吃我们的菜 之前你记得要先洗手 然后甚至用手拿我们的菜出来 剥一剥淋上我们所附的酱 它就是一个非常美味的生菜沙拉 所以随时都可以直接再来吃就好 很方便 甚至天气慢慢变冷了 如果消费者他想要吃点有温度的菜 其实你也可以很方便的 晚上大家都会烧一锅汤 可能鸡汤 鱼汤 蛋花汤 对 汤滚了之后把火关掉 再把我们的菜拿出来 剥一剥放在汤里面 大概焖10秒钟 10秒就好了 10秒就好了 它你捞出来就是一个既有一点温度 然后再来你又可以避免 九组破坏蔬菜的营养价值 这样的一个环境会不会也能够 刚刚像您说的 因为都能够控制 也能够给予它所需要的营养 跟那样的生长条件 会不会能够种出一般 我们比较种不出来的植物 其实我们公司所发展的植物工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为了跟当地农业做互补 它不需要跟当地农业做竞争 不要做抢的动作 对 因为你如果要种当地农业 就能种了 其实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钱 花这么多的钱去种 去种当地农业原本就能种 所以我们公司所发展的目标作物 其实都是希望能种出 台湾本地种不出来的 包含我们前面有看到的 包含像我们来自于 所以这很特别 很特别 这都是我们很特殊的一些品种 包含我们这边是英国的生蚝叶 生蚝叶 生蚝叶 它虽然看起来像叶子 但是它吃起来 就是跟生蚝的味道一样 所以不用吃到生蚝你只要吃这一片叶子 就觉得把一整颗生蚝吃到嘴巴里面 对 所以像有一些素食主义的消费者 他可以去吃这个去体验到一个生蚝的鲜味 鲜甜 然后再来是你喜欢吃生蚝的人 其实你也可以避免掉很多 所谓生蚝的一些像中金属 一些菌的一些疑虑 所以它在料理或者是它在佐餐 是非常的美味方便 它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真的吃起来就像你吃了整整一颗生蚝在嘴巴里面 而且鱼韵尾韵都还是生蚝的味道 就是那个鲜甜味是出来的 对 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像如果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人吃了生蚝叶 跟你聊天它也可以闻得到生蚝的味道 这是天生就是这样子吗 还是基因改造或是任何的 它原本它为什么它叫Oaster leaf 就是它就是吃起来就跟生蚝的味道 它就是这个味道 太特别了 所以现在透过植物工厂台湾 我们一般民众也可以很方便 都可以吃到这么特别的植物 对 我们就是希望取代进口 往往这些很特殊的品种 很多时候在欧美 其实他们自己国内的市场 也许需求都已经不足了 所以它要出口也不方便 所以往往吃到这个 其实都是非常高单价的 但是透过植物工厂的技术 我们就有办法把世界各地 包含像地中海 欧洲或美国 日本等等的品种 它可以引进到台湾来做一个种植 提供给当地的消费者 做在地的生产跟在地的消费 让它更亲民对不对 除了生蚝也还有旁边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金献莲 所以我们以前妈妈们泡茶常常看到 家里有些时候有会有种 对 泡茶也有 或者是它因为 它被称为台湾药王金献莲 药王 药王 对 就是因为它 生据所谓的一个消炎 饱肝 所以往往为什么会泡茶 就是希望能够养肝等等 也有很多妈妈 她会拿来就是煮鸡汤 金献莲鸡汤等等 因为台湾的福尔摩沙的品种 是目前金献莲的品种 药性是最好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品种 所以一般不好种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 一般其实像这种 它其实不是不见得不好种 而是在外面的原生地 其实它比较容易遭受到所谓的 那个病虫害的侵劳 所以为什么像一些药用植物 它们都会有农药产流过高 或重金属过高的疑虑 因为要杀那些虫害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用植物工厂 刚好避免掉这一些 然后又完全不用药 让它无毒的状态之下成长 植物工厂它不用荣药 不是我们刻意不喷荣药 因为植物工厂 它本身不会有病虫害 就是室内的环境 对 你没有这个果 自然不需要造就一个因了 因为无成的环境 怎么会有虫呢 对 所以它基本上 它根本不用农药 所以我们公司九年多 其实我们没有买过任何的农药 真的 对 就是我们对于农药 是很陌生的 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 去做病虫害的防治 太好了 陌生是好的 对 那接下来这个呢 这种很特别 对 接下来这个 其实这次三年 也往往有很多媒体的报导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洲冰花 冰花 它被称为叫钻石花 因为它的 它的金跟叶片的正面背面 都布满像水钻般的颗粒 是 其实它散散动人 在灯光下面非常的漂亮 有有有 我们看起来就很美 对 然后它吃起来很像水果 很像水果 它吃起来很像水果 它吃起来很像咸的莲霧 咸的莲霧 因为它非常的多汁 然后连金一起吃非常好 它是有厚度的 它是有厚度的 它是属于多肉植物的一种 所以它其实是 甜甜咸咸的 对 所以它吃起来很像咸的莲霧 很像咸的莲霧 对 非常特别的一个品种 哇 好吃 而且听说这个冰花 它的特性就是它好像可以帮忙 缓解血压偏高的状况 因为据一些 还有胆固醇的问题 对 据一些像研究的文献 因为冰花它上面的那些囊状细胞 其实里面富含肌唇跟松唇 那肌唇 是代谢脂肪的 对 它就第一个可以 肌唇可以降血脂 松唇可以降血糖 那它里面又被测出 也被呈现出 它有葡萄糖氨酸的成分 所以它又被称为 是植物性的泼尿酸 对皮肤也好 对皮肤也很好 对皮肤也很好 所以这冰花要多吃一点 但是我据说它的单价不便宜 这是高经济作物 是 我们其实目前所台面上的 这一些四种特殊品种 它的单价其实大概都是借在 50克600元的一个价值 大概等同1公斤1万2的一个 1公斤1万2的单价 往往消费者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的东西 这个东西要卖这么贵 其实植物工厂它 我们并不是刻意要让它卖得贵 并不是因为它高经济价 高营养我们就卖得贵 因为植物工厂的成本 它跟种植的天数有关 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品种 几乎它大概都要养成的时间 都要起码4到6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的生产成本会相较于 我们一般的输菜多很多 对 大概多6倍的时间 6倍的时间 对 再加上 再加上因为它们的产量 又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 就是相较之下 比较高的一个金额 比较属于高单价的金额 高单价的金额 那可是像这样的一个身价 说真的这么贵 在台湾有市场吗 有很多 我们这些品种 往往我们客人或我们的会员很清楚 它往往要课定 它才能拿到 对 并不是说我们产量很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产了很多 然后才造成 然后又造成它那个缺货 其实不是 是因为植物工厂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它可以计划性生产 所以为什么往往像传统农业 像前阵子说香蕉盛产 对 所以价格一直崩盘 就是因为传统的农业 它必须去跟随的是市场 你这个需求有大家一窝蜂去种 所以也造成了它的价格很容易崩盘 但是植物工厂它能计划性去生产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 它比较稳定 对 针对下个月的订单的能见度 去做这个月的一个排成 所以也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量 它不至于会浪费 就是说不会因为你生产过剩 而导致说你必须要做一些淘汰 或者是说抛弃的动作 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 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 那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是海茴香 就是法国的国宝籍植物海茴香 都是国宝籍的 是 因为它也被法国政府 正式列为要点之一的一个植物 因为它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法国 男人女人都很喜欢用这个品种 是因为它对于皮肤的晒伤 跟皮肤其实是很有好处 对 修复是有帮助的 对 所以直到现在科技 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去验出它里面含一个CIC2的成分 那是 对 它被誉为21世纪最珍稀的保养成分 因为它对于 它对我们细胞的修复 还有抗紫外线很有帮助 所以这也是往往很多医美的产品 把它拿来做它的一个 高单价的原料之一 所以可能还可以再转型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医美的部分 所以不只是创新转型 我们看到提茂农地更进军了 你知道哪里吗 百货商场 超市 还有门市据点它能够自产自销 更进一步它还要开餐厅煮给大家吃 又是跨好几个领域这样的一个突破 重点是每一个领域的成绩都很不错 到底是怎么样办到呢 遇见这样的容忍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 哇 这套啊 看得有A口呢 哦 还会逼逼哦 中逼等级的哦 这套 真好 做行李也太大钱 钱先金格 商礼大赢家 只要61万3期 台中乌日国际旅展 工会主办 年终压轴 仅此一档 邱静旭先生 可以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我 怎么样 你就说吧 他咱们在交往 厉害 朱惠丽的手段果然高 还只有一套 如果当时不那样 时代是不是会很不一样 请您立刻到医院来一趟 麻烦到大福医院 请进来快一点 本部长 不要再生病了 中医至中午晚间10点 焦急罗曼市 松森戏剧台 高雄旅展来咯 年度最强促销 3到6号 就在高雄巨蛋 经过一次次的挑战与考验 得意的一天向您证明 它真的很棒 得意的一天 认真做溯源管理 最好的阳光 土壤 水 最严格的品管 最富生命力的葵花原料 脱壳 压榨 获得原油 溯源做得好 通过SQF食品安全认证 最高等级 得意的一天葵花油 永远为了更好而更努力 请问 欢迎回到《遇见大人物》 今天跟大家聊聊 我们提茂农业生计来到现场 跟大家聊聊 从产要转进绿晶 这样一个滔金潮 从一开始的厂房植物工厂之外 还进入到了百货公司 开了超市 然后还开了餐厅 然后我自己种的菜 我要做给你吃 还要转型做品牌 再跨进服务业 餐饮业 好多元化的经营 不容易 而且每一个都做得很好 不敢说一定都很好 但是我们很坚持地去 希望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推到消费性市场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大概七 八年前的建厂 到生产 大规模生产 到各种作物跟商品的研发 一直到现在 我们很拙劣地在于就是销售 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始进入到 很多的超市 或者是自营的餐厅 就是无非就希望 借由各种不同的面向 去接触到我们的消费者 是 所以希望说 把这些很好的 大家比较一般接触不到的 这些蔬菜食书 可以给 介绍给大家 是不是未来 这价格上面可以再更亲民呢 有没有可能 如果它的量再大的时候 它再大 它量再大 其实它也许有一点机会 但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 其实最主要是在于 能力跟电费 对 所以它这个其实有一些些的 限制性存在 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的是 以高经济价值的品种为主 去做发展 但至少临近性已经让大家 能够很容易的接触到它了 这样 除了刚刚讲的转进去餐饮业 转进去服务业 你还要做品牌 两个品牌 一个是在做这个 一个是做我们的一个 nice green的一个美苏菜的品牌 另外一个是我们苏果汁 窝不甜的一个品牌 完全不加糖的果汁 对 完全不加糖的果汁 它里面的甜味都是水果自然的甜味 因为我们当时一开始是只有发展 nice green的美苏菜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我们的主力商品 到后来慢慢的 我们切入到消费性市场之后 才了解消费者有非常多的 可以经营的需求 包含像我们的苏果汁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往往我们在坊间喝到的 无论是去7000 或去哪里买到的一个所谓的果汁 其实往往它大部分都是还原的果汁 对啊 在因为它的可能一些加工的条件 所以导致它 我们大家都只能喝到糖分 往往喝不到真正的营养价值 真正的蔬果价值 对那一般我们在坊间的现打蔬果之期 你会担心它一些菌安全的疑虑 是当然 对所以我们后来了解了这个需求之后 我们希望让大朋友也好 甚至我们主要的客人还有小朋友 小朋友他可以有日日捂蔬果的概念 那其实用喝的是最方便 而且是真的吃到蔬果 不是吃到糖而已 对 那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些之外 除了品牌餐厅什么超市之外 您还想要下一步听说要进军的是美容业 不是是我们希望能开发一些像生技的产品 那包含我们后来开发了一个萊翠粒的 一个直萃的保养品系列 还有我们一些像萃取的像精线联的一个营养食品等等 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很多高营养价值的产品 它不是只有让你可以吃菜吃到 而可以藉由很多面向的商品 生活的需求 生活商品去得到它的好处 是 所以有保养品 然后也有保健食品 就是未来 已经在进行的下一步了 对 都有 而且已经有出来了 好 最后的30秒钟 赶快来请教一下总经理 就是很多船产也想像廷茂这样子 去做转型 但是不容易 除了找到蓝海不容易 然后不要失败也不容易 致生秘诀到底是什么 其实不敢说我们现在有多成功 但是因为其实转型原本就是一条 非常辛苦的不归路 其实你必须真的要选对你的方向 然后第一个你要能够坚持 坚持走对的方向 还有坚持走你有兴趣 而且你擅长的方向 对 过程一定非常多的艰辛 其实我会 往往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就是 放弃是最容易的一条路 但是我们只能选择继续坚持 不要放弃 其实就是希望让这条路 真的能走到开花结果的一天 就是只要他是对的 对 不管怎么样就是撑下去 没有错 所以往往 往往成功跟失败都是一线之隔 当然 对 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 但成功的人一定是努力的人 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 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是我觉得是 转型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 大胆坚持转型 才能够创造永续的价值 就像廷茂农业生计 这样子的枝繁叶茂 持续的推出新的心血结晶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廷茂农业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罗欣怡总经理的精彩分享 遇见大人物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总经理 谢谢 不容易啦 谢谢